高雄美術館附近 好幾名員警在一間高檔日式料理店外埋伏 一位得知消息 一名攀姓通緝犯 綽號OA的男子 仍然就在裡面用餐 等他終於吃飽走出店門 一舉上前逮捕 前方被大批警力壓制在地狼狽落網 隨後警方還在他的車上搜出大量毒品 原來這名攀姓通緝犯是幫派分子 從108年2月起 涉及至少6起的街頭暴力事件 被列為重點對象 兩年前落網獲得交保後 又涉嫌販賣毒品遭到通緝 而在這期間 攀姓嫌犯不斷更換高檔轎車 當作逮捕工具 還把車子當成家 載著家當四處躲藏 警方鎖定他的轎車 出沒在古山以帶 趁著他去吃高檔日式料理時 將他逮捕 並將毒品通通查扣